欢迎说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站长刘静 我们这一集171集了 release的日期是8月4号 星期五啦 Friday It's Friday 好那那个 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我人应该在东京了啦 对啊 事隔几年都没有到东京了 三四年了 因为隔了一个疫情 对啊 好久没有到东京了 好不重要啦 好那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非常感谢就是 前阵子有我们站粉啊 那个donate啦 我一直要讲 可是连绿录了好几集 我每次都漏掉 好那就是 在6月13号 有个歪迷迷迷的一个站粉 那就是感谢他的donate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这一集 我们这一集呢 就是想跟大家讲 的主题是 有一些话我想要给高普考 因为我们高普考跟考完嘛 已经考完了三四个礼拜有了 啊我想要给高普考的考生 你如果自己觉得考差的话 那欢迎来听这一集 好在呃 节目开始前呢 有两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首先就是关于国家考试作文的这个东西 因为啊嗯今年虽然说考试院考选部 他就是宣布了 政策变革嘛 就是说今年开始我们要删除公文考试哦 大家就是 来哦 那金小胖的胖拍手 不是男女赢会一官拍拍手 大家都拍手叫好 觉得很爽 干不用考那无聊的公文了 啊考那公文有什么意义啊 反正你考进去 每个长官的主官都不一样 公文的格式用语当然不一样啊 那你考那个时候冲三小 大家拍手叫好 有没有男女拍手叫好 赢会叫好 但是呢不考公文了 然后呢 从今年开始了 好像警察考试吧 还是官务特考 反正今年的前面几个考试啊 作文都是他妈的给我考两题 他妈的给我考两题 刚开始两题的配分都一样 后来变成一短文 一长文 结果呢 这次可能 叫美个惊了 美个判赛啊 主管机关考试的主管机关 叫美个判赛 判流啊 变成考一题啦 普考考一题 高考考一题 一个普考是考比较感性的 高考好像考论说文 然后不重要啦 反正就考一题啦 这是考普考 从前面几次的考试 变成高普考只考一题作文 然后一题的比例就是80分 一题作文80分 你他妈的议题作文80分 这些是冲杀小 你大部耶 大部考选部大部耶 你上面大院耶 考试院耶 国家文官的最高主管机关耶 你是冲杀小你还不如一个小小的二级机关的教育部 人家教育部在主办那个升大学的考试 他敢这样弄吗 你他妈的他敢这样弄吗 我跟你讲 今天你是想 如果今天的国考生是要考大学的话 你这种政策变革 你是否应该公正公开透明的跟每个台湾所有的国考生 讲说我公文不考了 我消失的那公文是20分还是40分 我忘记了 我那消失公文的多少分 我会另外分配分数 看是要增加选择题 还是变成作文两题 还是变成作文只考一题80分 你要诚实公布公开 你在考试前就应该公正的 请你在考选部的官网 考试院的官网 或者是发布新闻到中央社 跟大家讲你这个政策变革 请你以后在做任何政策变革的时候 是否应该做个政策评估呢 是不是应该做这样呢 你在没有做任何的政策评估之前 你就这样鲁莽的改来改去 没有跟大家讲我不考公文的 然后那消失的公文分数 我应该怎么搭 你一下子考两题 一下子考一题 国考生就像代载的羔羊一样 大家考试 好像是干嘛 乐透抽奖还是猜蛋 每个人在准备国考的时候 已经有够辛苦了 你他妈的有够辛苦 还被人家笑是国考生米虫 你现在考选部又这样玩弄大家的感情 你都没有跟大家讲 你到底要怎么考 变成大家都已经心理准备好了 干你娘考两题 好啦 你祖母改变了 两题就两题 两题怎么配分 两题我要写几页 一题 第一题 我要写几页 第二题我要写几页 你现在只考一题 你一题写 是贵多啊 而且我跟你讲 一题80分 有它的风险度存在 你今天这个作文 如果是很好驾驭的 OK Fine 我拿到分数 我爽歪歪的 可是今天这个作文题目 如果是我无法驾驭的 我人生我没有经历过的 我无法去体会的 我当然没办法写出那么多文字来 没办法写出那么 可以感动人的文字 那是不是 作文 它的出题就有失偏颇性了 我不知道考试院考选部的官员 会不会听到我这一集 没关系 我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考试院考选部看到我 我其实针对这个议题 我投了很多书的社论 没用 没用 因为现在大家在忙着选举 不是要打侯友仪 呵呵呵呵 GPT 就是要打科P 要不然就是要打贵动 要不然呢 蓝莓就是要打赖清德 就打来打去的 社论现在都充满了 不是国际外交 政治 就是政治口水 要不然就打那个什么 大游行 馆长跟黄国昌大游行 我这种小家子气的国家考试 写了编辑不会青睐我 但是没关系 我会用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 反正我是觉得你考选部在做任何政策变革之前是否应该请听民意办个公厅会 办个公厅会 而不是你去找一些蛋头学者 我支持你的考试哦 我们要视材 适性适用哦 我们要选出最适合国家的文官哦 在筛选的机制过程 都算自己人啦 都找自己人啦 这样敢对 这样敢对 我觉得是这是不对的啦 好不好 讲的太激动了 喝个水 你他妈的 你一个大院 输给教育部一个大部 你今天如果是考高中考大学 他如果取消了什么样的提醒 他一定会诚实告知 诚实布公 说我这个不考了 但是我不考了 我用什么题目来取代 你今天高普考 你不考官文了 但是你没有跟大家讲 我会用怎样来取代 啊一下子变这个 一下子变那个 招令戏改啊 这样不对啦 我说这样不对啦 做人的后到 你做官的 你就要请听民意 好不好 嗯 好 好啦 讲这么严肃了 讲这么硬的话题 来讲另外一个 就是腹肌 我之前好像两三个月前 有跟大家讲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近 我比较值得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 我有跟大家讲 我好像从二月底开始 我有买那个签证房课程 整肌 增加机机 减掉 积积 增积减脂啊 然后 我觉得啦 我最大的收获 其实是那个 改变我的饮食 因为我教练一直说 你要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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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地瓜 反正就一直叫我吃原型食物 刚开始我很抗拒 尤其是前面两个礼拜 尤其是我看到人家吃冰 吃甜食 切饼干 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个饼干控 我超爱吃饼干的 我甚至三餐都是以饼干为生 饼干为主的 但是这样吃长期以来啊 我发现我变老好多 然后脸放油光 然后又长痘痘 对啊 就看起来整个人很显老啦 但是我发现就是这几个月以来 有听教练的话 就是做饮食的调控 饮食的调整 这个人就是气色变好了 我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不信邪哦 你气色变好了 你的运气就会好 因为我观察过无数个 官场上面的政治人物 还有以前我待过公家机关的长官 这些长官在走运的时候 他们额头是发亮的 如果这些长官在衰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硬堂 他们额头是发黑的 整个人很暗沉 所以你要运气好的话 你要运好 那你的饮食也好 你的饮食好 你的脸就会发出 那种气色好的那种容貌啦 你运气就整个来了 好那就是我搭配重训 我觉得做重训 其实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啦 我觉得最辛苦的是 那种很难为情有没有 你在健身房里面 你又听到那种 那种什么自由教练啊 然后他们每天都嘛 自律嘛 然后在那边练 然后你就听他们的 哦 哦 哦 对啊 懂你 刚开始你会很难为情 久而久之 你都觉得 很正常 我想到我就觉得很好笑 对啊 可是我这个人比较逼迹一点啊 你大家听 你会觉得 正常应该是个很狂放的人 你知道 听我怕开始 觉得我是个狂野的 狂野的地方吗 没有 我跟大家讲 我平时是很冷漠的 对啊 因为冷漠可以让我觉得说 应该讲我是个外冷内热啦 我平常冷漠是觉得 啊事情越简单越好 可是 一旦有那种触及 我敏感的神经 我会变得非常激动 对啊 我平常生活中 我是个话不多人啦 因为大家只要讲到 哎呀 那有镜子 然后就话不多啊 因为以前 我公家机关的长官提到 我就说 哎 有镜话不多啊 对啊 可是他们没有真正了解我 我其实话很多 只是我不愿意讲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跟你交信 我不愿意跟你讲那么多 应该说 这是摩羯座的特质啦 因为我是 蛮传统的摩羯座啦 好啦 废话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直接 进入我们的正题啦 好 那就是 这一集比较感性啦 想跟大家讲 你如果说 你今年的高普考啊 你是高普考生的话 你今年的高普考 没有考好的话 因为还没放榜嘛 嗯 还没放榜的话 你不确定考的好不好 可是你在考场上 你应该大概知道 自己好不好 但是其实有时候很难讲啦 因为像是我 我刚开始在考 准备高普考T特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哎我明明已经写得不错了 然后放榜出来 落榜 啊反而是越虚怀弱骨 越虚心的时候 我觉得 嗯高考 嗯有些题目写的没 那么好 可是我已经建立了 我媒体都写好写满啦 我考卷齁齐页八页 我写好写满 甚至那个空白页 我哪里写 我反而考上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主观的啦 但没关系 我们这一集 你只要觉得自己考差的话 呃 你就是应该 应该不要害怕失败 我跟你讲 不只是高普考 不只是准备国家考试 其实你人生中很多事情 你不要害怕失败 你如果怕失败 什么都不去做的话 你的人生就去失败 好不好 像我当初做我这个国考一站的podcast 我也是没有怕失败啊 我不怕人家笑我啊 对啊 不怕大家笑我low啊 笑我在那边开玩笑什么 我不怕大家笑啊 你要笑你去笑 那你们家的事情 我只要觉得自己做的开心 有帮助到人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想着自己做错了什么 不要害怕失败 你要去检讨自己哪里不够好 自己哪里写的不够好 深论题自己哪里写的不够好 要把握好下次考试的机会 看到你年底的考试 看你八月 八月的考试 或者是九月十月还有一些特考吗 二级啊 或者是调查局特考 一直到年底啊地特啊 对啊 你要好好把握下次的机会 你就觉得 高普考有些题目 你没有看过那种独门暗器 击八题目没有看过的话 那是不是下次考试出来的话 一样的主题 你是不是还会写 所以大家要把握 好不好 而且面对失常的成绩是 你感到难过很正常 你只要是正常人 你一定都有那种什么爱恨情仇啊 那种情欲在的啦 我们人本来是有血有肉的动物 你感到难过是很正常的 我来分享一下我过去的经验好了 我有跟大家讲 我是准备高普考 我第一次高考啊 没有考上 可是成绩不错 没有考上 成绩不错 就是高分落榜 等于是我第一次国考 我就考了全国排名 那个类科的全国排名第13名 第13名 然后我记得当时录取的人数 好像四个还五个吧 不重要啦 反正 反正就是 我只准备了三个月 然后就发现 自己排名13名 好像还不错 准备三个月有这样的成绩 然后第一特呢 第一特那时候就不够谦虚 再加上自己身体不够谨慎 所以我第一特也几乎是 高分落榜 我第一特我记得 我的成绩总分吧 只差零点零几分吧 对啊 那个名次只差一两名而已 那时候是大哭爆哭 我看到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自己会考上 我还特别搭公车 因为我不想 我想要有那种 亲临县长的感觉啊 就像那种没有带套的感觉 有没有 我就想说 我要去现场 我要看 看榜当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 所以我要搭公车 去考试院外面那个墙啊 有没有 国家考场外面 不是都会贴那个榜当吗 然后我就 我的一早就去砍 然后 发现 诶 诶 我的泪颗 然后他这样 那个纸是这样 因为纸很长嘛 就像那个海报 币报一样 然后就 他就一边贴一边贴 然后到最后一个 我发现 我就再三确认 没有名字 对 我当下马上眼睛 就是眼眶红了 然后 呃 那时候整个人就失神啦 失魂落魄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整个人 灵魂好像被吸走 被抽走 真空抽走一样 然后就 就失魂落魄 然后就打电话 跟我老高 说我没有考上 然后他也是 好好的安慰我 然后叫我 就是休息一下 下午跟隔天 休息一下 好好整顿自己 的心情啊 沉淀一下自己啊 看看接下来 要怎么做 当然是 不要放弃啦 但是就是休息一下 因为你难过的时候 势必就是要给自己一两天 好好哭一场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 当下在考场 发现没自己的名字啊 然后 我觉得 红眼眶 但是因为人很多嘛 你也不好意思 在那个现场哭 我是在那个 呃 要搭公车回家的路上 我就直接在公车上哭了 然后 跑去那个 那个什么 忘记了 是国父经验馆 还是中正经验堂 然后我想说 那边地广人稀嘛 那比较大 那个空地比较大 我就在那边哭 啊 我想到啊 是在中正 那个国父经验馆啊 对啊 在那个 那个什么 101旁边 那个国父经验馆 我在那边哭 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啊 我就在国父经验馆 某个阶梯 在那边哭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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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姐姐吧 对 就是有一个熟女 算是姐姐 然后 她就是地面子 然后她说 她说妹妹 不管你有什么事 不开心的事 你就 你就那个 就是 怎样怎样 反正我记得 她讲了一些安慰的话 然后 讲完安慰的话 她说 妹妹 不用怕 神永远与你同在 对 我不是基督教徒 对 我也没有受洗过 但是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 对基督教有特别的 就是 怎么讲 我不会那种排斥 因为我以前是很讨厌基督教 可能某些 某些人会用那种 情绪勒索的方式 叫我一定要加入 某些教会 干嘛 我是不喜欢 但是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 嗯 其实基督教也有 很温暖的一面 嗯 即便这样 我后来是没有参加 那个什么受洗 没有啦 对啊 因为我这个人 是比较喜好自由 你要是限制 我说礼拜天 一定要去礼拜啊 或是我一定要奉献 怎样啊 我在穷苦贫困的时候 你还要我奉献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嗯 但是我是 我这个人是觉得 比较自由主义 我就觉得说 我需要的时候 我再去拜 我需要的时候 我再去 我再去祈祷 对 但是你平常的时候 不要去限制 我做这些 做那些 我觉得 会有让我有种 窒息的感觉 我觉得宗教是帮助人的 而不是在 情绪勒索人的 对啊 好啦 反正那时候 地特就大哭一场 隔天我还是 就是乖乖的 回到图书馆去 每天就是像上班一样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我是全职考生嘛 我全职准备 我就是回到图书馆 然后 八点就造表操课 我就是看 嗯 我地特到底是哪些分数 我没有拿到 哪些没有拿到 三分之二以上 我就讲的是深论题 哪些分数没有拿到 那我就是去检讨说 我当时写的答案 哪里不够好 我再做一些调整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深论题的答案就是 先求有再求好 我手上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分数没有拿到 那代表还不够好 我就去找教科书 有没有最新版的 或者是网路上 有没有一些学者 他的期刊 他的最新著作 有没有提到 这个考试的题目 关键字给我的 我再去做调整 然后地特大概 过了几个月嘛 又高考了 所以我高考那也是考上 而且名次还不错 我听到中央单位 对啊 好 那我跟大家提供四个 那个你面对考试考察的 调试方式啦 那这个调试方式呢 是有顺序性的 首先你就是可以大哭一场 这时候你就要准备好面纸 而且最好是准备一包了 一包的 这种一包的 一包的 棒赛用一款的 到处里棒赛用一款的 这样靠靠用 用那个淑女 那个随身包 出去剃头一款的 小小包的 十块那种 不够用 一大哭一场 只要是人 你都一定会有难过 你一定有情绪 你考不好 因为你有付出 所以你会期待说 我一定会考上 你没有考上 一定会难过 你就接受这种难过的感觉 好不好 你真的很难过 你就大哭一场吧 把你过去以来 准备国家考试受到了委屈 不管是经济上的压力 或是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想你 你考不掉 你白痴 你那什么狗屎烂学历 你考不掉 快点去找头路 有没有 你把这样的委屈都哭出来 我跟你讲 你大哭之后超爽 就像男生射完 射精完 你就觉得 哭完超爽 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有没有 我只要每次哭完 我都有觉得重生的感觉 可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从当妈妈 你他妈的 我当妈 我生完小孩之后 你要我哭 我就会很难 因为我觉得当妈 其实会让你的抗压心变强 对啊 好 那你在大哭一场之后 接下来 接下来 你就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 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 你赶快拿着题目 我相信你那时候 你已经拿到自己的落榜成绩单了 每一题都有它的分数 它每一题就是 题目摆题目这样 主题就跟你说 你哪一题拿到什么分数 你就拿着题目 跟你的成绩单 检讨自己 到底哪一题 没有拿到分数 也就是说 你要分析失败的原因 你这时候就要用地毯式的搜索 我拜托你 你一定要地毯式的搜索 你去检视一下 你这一题生论题 选择题我没话讲 选择题对就对 错就错 但是你如果是生论题的话 你一题没有拿到三分之二的话 麻烦你 你这个答案 你要重新找 重新背 好不好 尤其是那种没有看过 G8题目 那种独门暗器 G8题目 冷门题目 你也务必把答案找出来 背下来 好 那下一个步骤 就是调整自己的读书计划 读书计划 就是你要去检视 自己的读书计划 看看读书计划 是不是还有改进的空间 也就是那些政府官员 官员最爱讲干话 大家知道那个干话 是从谁开始吗 从那个桃圆市长张坏坏 张善 赞市长 开始 他以前要做行政院长 说我们针对这个什么时候 我们要做动态性 动态式的调整 我干你娘的动态式调整 他那时候在做院长的时候 我在经济部 做到蓝派在要落下 对啊 有够累的 我跟你讲 你只要是公务员 你在做了专案 你承办的采购 你听到行政院院长一声话 或是什么首长 或是立法院说要干嘛的 动态性的调整 这时候你就要 你就心凉了一半了 因为动态式就代表这个案子 永远没有结案的一天 你就是要一直改一直改 你他妈的每天就是在改 一日三改四改五改 对啊 好啦 我怎么讲到这边呢 反正我就是跟大家讲 你的读书计划 你就是要做动态式的调整 什么叫做动态式的调整 你就是要随着你的生活习惯 跟你的比较弱的科目去做调整 你就看你的成绩单 我哪一颗比较弱 好 那我就每天 增加半个小时 或增加一个小时去解题 就这样的方式 好 最后一个 你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 你要培养信念 培养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也就是 信念 坚强的信念 因为你有坚强的信念跟心态的话 你会克服考试 而且你会相信 我就是会考上 我就是会考上 我一定会考上 我一定会打趴 你们这些看不起我 笑我的人 你要将考试失败 考试落榜 看作一个是你人生学习的机会 给自己正向的鼓励 你每天都要告诉自己 我一定会考上 我一定会考上 相信站长 你每天这样告诉自己三次 五次 你一定会考上 最终你的人生 你一定会考上 因为我觉得 其实考工职不难 难的是你进去做 你进去做 你面对长官同仁 跟那些 那什么 right now 有没有 那委员办公室 议员办公室的主任 什么什么 下午要 明天上班前要 难的是面对人 因为人心 叵测 人心难测 但是考试就是那一套 对啊 反正你就是要给自己真相的鼓励 每次的失败都是成功的一个前提 失败的你学习 对啊 像是我现在 我在做任何事情 现在我在经营国考议证 我也是 用那种不怕失败的心态在经营 我觉得就算失败了没差 我在跌倒了 就拍拍屁股 拍拍膝盖 再站起来就好了 所以不要怕失败了 而且我简单说 过去我也有同学 大学同学或高中同学 他们在刚毕业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很多同学要考国考跟国营企业 可是这些同学没有一个人考上 因为我这样去反思啊 其实这些同学都是很怕失败啊 因为他们怕失败 所以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弱点 不愿意去刷题 对啊 好像只有我考上 因为我有跟大家讲 我念的是没有很好大学 国史学历啊 对啊 我班上没有一个考上国考的 好 那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国考生四个面对考试考差的调试方式 一 你可以大哭一场 你大哭一场的时候 要用棒赛用的那种大包的面子 二 拿着题目检讨自己的考试弱点 也就是你要分析你考试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 请动态式的滚动式的调整自己的读书计划 你的生活习惯有改变 或者是你在面对你比较弱的科目 请你加强加权你的读书计划 好 最重要 最后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培养良好的心态 你要不怕失败 好 的调试方式了 好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欢迎听众支持我们国考驿站 持续创作 赞助的连结在我们节目资讯 我们下集见 拜拜